雞蛋打在鐵板上發出姿勢作響 上頭放上熱騰人的蔥油餅 讓口感更有層次 但現在面臨缺蛋危機 夾蛋蔥油餅晚一點就可能吃不到 現在都限量 當然是缺很大 缺很大 它的量有固定的量給我們 賣完就沒有了 限量對 固定就是一天多少的量給我們 賣完就沒有了 同樣是基隆知名的蚵仔煎店 每天用量大 幾波蛋架漲上來 讓店家吃不消 只能轉個彎推出新的產品 蚵仔煎放入青菜 下一個動作不是打蛋 而是放入起司 讓口感更濃郁 或者加入火腿中西合併 那因為他們現在南部已經漸漸的說 已經是非常缺蛋了 是真的在缺蛋了 不像去年只是有風聲 但是蛋沒有到那麼緊張的狀況 所以說我們店裡就是想說 除了目前有蛋我們就盡量煎之外 但是也要預防未來真的沒有蛋 那甚至蛋價已經提高到 我們無法附和的程度的時候 我們會研究一些新的餐點 那雖然說可以透過其他蛋來替補 但是我們認為可以用更創新的方式 去處理我們招牌 像是我們今天有加火腿 有加起司 甚至未來可能會加肉絲 甚至加和牛之類的 就是說讓不同的種方式來創造我們 屬於我們用鹹加鵝仔煎 獨特的一個料理這樣子 那給客人來說就是說 雖然沒有蛋 但是他們也能吃到很好吃的鵝仔煎 當然說用鴨蛋啊用其他蛋其實也是OK 但是其實他們也在漲 其實他們不比雞蛋便宜 那未來來說 因為大部分店家其實都用鴨蛋啊雞蛋 那這個其實對店裡來說 其實也是可以 也是立即來說是比較沒問題的 但是相對來說 他剛剛講到的價錢 其實全部的蛋 因為雞蛋沒了 鴨蛋、鵝蛋、雞蛋 那其實都不便宜 那目前來說 未來房子除了用一種替代鴨蛋煎之外 也可能透過其他 像剛剛講的那些 其他創新的料理去處理 那讓客人有更多的選擇 會想要試試看 就是一種嘗鮮的心態 用試試看這樣是不是 畢竟把蛋換成 就是多餘的食材 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方式啦 傳統美食雖然少了蛋 但加入新的元素 顧客都很買單 店家也不用每天被蛋價追著跑 可說是一舉兩得 記者 王少民 金融報導